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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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乌塔TV 今天乌塔要告诉你 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究竟法国的法棍有多硬 然后很多人都说法国配方很硬 然后现在乌塔就来做了一个 大概有30天的实验 然后我现在就是 最后一点购买法棍 然后乌塔现在就在楼下的一家面包店 好 那我们进去买今天 最新鲜的一个法棍 好吧 我们现在就买到那个最新鲜的法棍 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我花了包装 这个超大的 我完全没有包装 我会放掉 然后乌塔就到家了 要等我回去做实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乌塔TV 乌塔终于回家了 刚刚乌塔出去買的面包就是 但终于在家 神龙手枪 咻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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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Depois just can see 沒有任何的包裝袋 它只有中間就只有一個這樣子 包起來 我當回家的時候差點脫到 垃圾桶了 但是它是新鮮出爐的 然後UTA快告訴你的話法棍呢 是要新鮮出爐的還好吃 然後今天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為什麼法棍要新鮮出爐的才好吃 還有究竟法棍有多硬 為了證明法棍是新鮮出爐才好吃呢 所以UTA做了一個30天的實驗 在一個月前買了一條法棍 然後一直放到今天 好 那麼第一 先給大家看一下新鮮的 法棍 有多長 40厘米左右 新鮮的法棍呢 它的表皮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裂裂 有一些脆脆的 因為它很軟 真的非常的軟 但是小心它的麵包蟹 所以它那個 滿地都是麵包蟹 但是它 非常非常的軟 就是說它很容易就會掰開 這樣子撕開裡面是這樣 裡面真的非常的軟 而且它是它這種 滿有彈性的那種麵包 然後外面是脆脆的 看到沒有 非常脆外面 新鮮的法棍是真的很好吃 新鮮的法棍是真的很好吃 喂 表皮真的很脆 好 那麼大家見識過 新鮮的法棍呢 其實真的沒有很硬 那為什麼大家印象中 法棍都是很硬的呢 所以UTA現在就好拿出 我們的實驗品 二到三天的法棍 登登登登登 其實已經才有吃剩了 那麼多 這是在另外一個超市買的法棍 就是上次大家看 视频的预告里面讲的那个地方 这个是两到三天的发棍 这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表皮呢 跌下去已经没有声音 就是不会脆脆的 然后一撕开的时候呢 这个面包皮也不会撒到整个地上都是 表皮是软软的 里面也是有弹性 弹性它没有新鲜的发包那么厉害 已经开始硬了 掰开 掰不动了 我是一个大力士 它就是里面已经硬成这样 完全摁下去呢 是一点弹性都没有 完全没有发霉的迹象 这很硬 表皮像如果超用力摁的话呢 还是用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软软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公开 我们的神级发棍 就是乌塔已经放了 340天的发棍 就是这根 这个就是发棍之神 让你敲一下 对很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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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 我的发棍 其实放到10天的发棍 它已经开始硬了 但所以说更不用做15天20天 如果你是要来做装饰品的话呢 那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绝对不能用来吃的 所以说法棍的印象 就是给这种发棍 给毁掉了 其实这种发棍是很好吃的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video 然后喜欢乌塔今天这个发棍分享 好如果一点点喜欢乌塔 乌塔TV 或者喜欢单先生的话呢 请不要忘记给乌塔 单先生一个赖 然后记得记得记得 拜托要订阅乌塔TV 要帮忙把乌塔的事情 分享给你的朋友看哦 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